你只要有意願都可以來參加 然後這個是第一堂課的時候拍的照片 現在看起來很多人 那大家猜猜要學期末總共20幾課 人剩多少呢 一半 沒有 全部人都有參加 為什麼我們校長會想要建立這個專業社群 就是大家只要先考到比外 未來有什麼資源都可以用 不用等到要申請了 可是沒有老師輸得去 沒有老師可以申請 那我們學到就是所有的老師 你只要有能力可能比外 你未來有海外進修的機會就是申請 就是我們不是一個同校競爭的感覺 是大家一起有機會就去 有機會就去 今年我去過明年可能就換人 然後說今年我去了澳洲 那明年我可能就換其他老師 申請海外進修的資格 對 這是我們學校的專業社群執行的 好 那還要回歸到這個雙語障礙的貝科這邊 大家應該都蠻熟悉 申科是有在講那個康軒克的 但我沒有圖立任何的版本 我只是以我教過的版本來當作例子 我要怎麼從這個單元背一門課呢 舉課本的例子是因為課本還會有一個依據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自發性的研發教材 其實搜尋資料上面更困難 所以我就以這個課本的單元來當作例子 好 我如果要講動力越野車這個單元 我會怎麼做呢 它其實單元的主軸在齒輪 它要教學的認識齒輪 所以我會先搜集各版本的電子書之後 然後開始列出這個齒輪的單元 我要說明的內容有哪些 列完之後我會把這些字變成英文的teword 這個目標是為了讓你開始在網路上 我常大量搜尋各式各樣的影片、網站跟app 因為我們是跟平板一起搭配 所以我會開始在網路上搜尋各式各樣的教學資源 搜尋完之後 我才會把我上次要講的什麼東西列出來 接下來才會開始製作我的簡報學習單 做完之後呢 並不是就直接翻上檯面交給學生 我還會跟英文老師一起定證 所以時間上花的蠻多的 我會請英文老師先幫我看過一遍 沒問題可以修改的字 都修改完了 我們才會開始正式上課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真的是蠻繁瑣的 我光是每次要公開 因為台北的政策是這樣 你每學期都要公開讓台詞大教授來觀課一次 所以這些東西它都要準確 你不能教錯任何東西 所以大概都要花一個月以上來準備這些內容 好那這個就是我收集各版本的電子書 我先參考一下齒輪有哪些重點 參考完之後我會開始列 好這個齒輪呢 我要解釋哪些內容 全部列完之後 我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部變成英文的keyword 舉例來說齒輪叫做gear mechanism叫做機構 我會開始把我會搜尋得到的單字先列出來 然後這個gear simulator app for kids 為什麼要特別把for kids 放出來呢 因為你只要搜尋任何資料 後面檔for kids 這兩個字 你就可以搜尋到國外專門做給小孩 使用的網站 使用的書籍 使用的app 所以這是我在搜集資料的時候會用的方式 好那我就把所有東西全部列出來 有個東西可以特別講一下 就是你只要搜尋任何資料打gear 就會有動畫 所以我當然會放在我的簡報 或是學生會使用的網站上面 好全部列完之後 我就會開始收集各式各樣的資源 但是因為資源真的太多了 可能沒辦法一個網站一個網站慢慢看 所以我會直接點圖片去看這種最簡單 看起來最精簡 最沒有害處的圖片來解釋 我就會點進去這個網站去看 它裡面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可以跟老師介紹一下 這一個人叫teach engineering 他上面用了很多很簡單的方式 去解釋生科很難講的機構 連桿槓桿這些東西 所以老師有興趣的話可以搜尋 他上面這邊他把黑 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所有會講的工程 他都把它列在這邊 所以這個網站是在貝克的時候 我們查找到的一個資源 他是專門做Stand Learning 然後K12 就是這十二個年級會講的Stand的課程 在上面都可以搜尋的到 好然後這個PDF Drive 他是可以下載很多比較舊版本的課本 舉例來說 這個是我們找車子相關的科技 我們也是打關鍵字進去 然後可能跑出來的課本是2011年 但是其實那些本質的東西不會改變 所以我們還是會下載就我的課本來翻一翻 有沒有圖片可以剪下來用 所以我們會從這些網站找一些資源 然後大量收集完資料之後 我們才開始從整書 我自己上課會講的內容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上齒輪單元的時候 學生會看到的第一個投影片 叫Today is our month 就跟今天講的上課 就是會先把今天上課要講什麼 會先讓學生稍微知道一下 好那第一頁簡報出來呢 學生一定會嚇一跳 所以其實這邊呢 我們時間比較多了 我在操作是怎麼操作的呢 就是我一樣會有八幾本的學習單 然後學習單的標題上面是中英文對照 所以舉例來說Part A 我要講的是機械機構跟機械之間的關係 機械之間的關係 我就把它列在這邊 所以前面我在講的時候 我就說OK Part A we're going to review relations amount machine parts mechanism and machine 然後我就會叫學生用中文回答我 A部分我要講什麼 他可以去查找他的學習單上面看 所以前面光是你要解釋這兩節課要講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的 但我的簡報上面呢 通常都不會有太多一大串的英文字 除了今天講的那些規則比較多之外 其實大部分是沒有的 所以像我們這樣介紹齒輪的時候 我只是要問他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Where can we see the gear mechanism in our daily life 在生活當中哪裡可以看到齒輪 只會用很多齒輪的圖片去引導他 所以其實學生呢 他們的腦中沒有太多想法 他們第一個會回答的就只有一顆蛋 上面有齒輪 對 所以呢 這些圖片就是輔助他思考一下 我們今天上的齒輪單元 其實跟生活是有相關 他並不會知道天風扇有的齒輪 汽車裡面有齒輪不會 他只會用他生活當中接觸到的東西去寫 所以這些圖片就是稍微反覆他 下一頁甚至有給他一些小提示 那這邊呢 是我們在解釋齒輪的時候 就是用一句話解釋最簡單的東西 Aware with this is called a word 只要有一個輪子 它有很多規律的詞 其實就可以叫做齒輪 不管是怎樣的詞 我們就直接統稱它叫做齒輪 所以老師們可以看一下 我的簡報大部分都會只有 框起來這邊是一輪 或是只有一兩句東西是英文 不會有大篇什麼Google 圍基百科抄下來的翻譯 不會 就是很簡單的去解釋一個東西 甚至是這邊 我們大概解釋主動文跟蟲動文的時候 我並不會去解釋說 Driver gear叫做主動 Driven gear叫做蟲動 不會 這個文法的東西是英文老師的管理做 我們要做的就是只有被帶動 跟誰是主動帶動別人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是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並不會花太多時間在解釋這些東西 我只會跟他說 就是只要碰到的齒輪 他們是正反轉 就是逆時針順時針這樣 因為他們國小其實有講過 但是不會有人記得 所以我們這是國中的時候 再從這幾本開始講一次 好 那這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我的學習單 比較困難的單元 比方說連桿啊齒輪這些機構類的東西 學習但是最一開始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表格 這個表格是從 就是那Primpies大學老師的 背課方式延伸出來的 我就把今天要講的所有東西 全部列在這邊 右邊有東西叫做trap list 就是下課前 我就問他說 好 你們能不能告訴我 基建機構跟機械的關係 如果你講不出來 你就不要打光 你就回去看講 你講得出來 你就打光 輪系是什麼 你講得出來 你就打光 你講不出來 你就回去看 直到我們這節課 不喜歡要學的東西之後 這節課才算他真的有學到神科 所以其實我們在簡博學生學的東西 並不是用英文的簡博 他到底在這個雙語神科 學到有多少 反而是從這些標題的東西去看 有沒有學到齒輪真正的重點 好 所以這個呢 大概是我們的學習單 那我的學習單就有一點比較無聊一點 不會有很多可愛的圖片啊 我知道有些老師的學習單就很漂亮 就是Twinkel上面的東西 但是我的學習單就很表格化 就像便當格一樣一格一格 因為我的學生很多 就是一個班級 我可能沒有辦法handle這麼多人 我只要告訴他是哪一個地方 我覺得表格是比較好查找 但這是我的方式 所以老師們可以看看自己上課 比較喜歡哪一種方式 只是讓大家參考一下學習單的配置 就是會有圖跟主要的內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實主要的內容啊 都不會是英文去解釋正史文 這邊全部都是中文 全部都是中文 全部都是中文 只有標題這裡會是英文 分類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就是一些單門可以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裡就是這個也是學生會看到的第一頁投影片 那七年級啊在上升科 七年級的重點就是科技的起源跟眼鏡 然後創意思考跟手工具的使用 所以在介紹七年級課程的時候 其實你很難從科技的起源跟眼鏡就上的很有趣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一樣是有學習單跟平房起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就做很多類似像幼兒的活動 舉例來說我在解釋什麼是科技的時候 我就逛了一個圈圈看 所以今天早上有很多連連看 可能會有老師會覺得太小朋友了吧 就圈圈看連連看 但是其實這是讓學生就是實做檢核的方式 我們在解釋科技的時候 我在沒有任何講解的情況下 我就直接說 OK, you have to guess the picture below and circle the picture which is technology 就是他覺得是科技的 他圈起來 大家覺得學生第一開始圈的會圈什麼 他只會圈手機跟電腦 可是我們科技老師在解釋的時候 你只要符合解決問題 然後幫助人類生存都叫做科技 所以我怎麼做呢 我就查找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 就是用搜尋for kids 這兩個字去搜尋得到 可以給老師看一下 它非常簡單 Today we are going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echnology? When you think of technology What do you think of? A telephone? A camera? But what about a table or a chair? 好,直接把文在圈圈看裡面 有的東西就放在這裡 就是相機跟電話是科技 然後他就問學生桌子裡是不是 所以他其實也是像我們一樣 就先掏出一個問題給學生 先讓他想想看之後 他才開始去解釋 好,那其實重點在這邊 就是我們來解釋一個 好,其實這是科技的第一 影片播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會按讚 然後我就會問學生 What is technology? 學生呢 他沒有辦法說出一整隻句子 他只會說 easier solve problems 所以我們就要 補助他要串起來 things which create by humans make our lives easier and solve problems that is technology 所以我就要回去前面 那個圈圈看的地方 然後問他說 所以哪些是科技 哪些不是科技 我就可以很簡單的 用一個活動跟一個影片 解釋完所有科技的定義 因為課本好像寫得太多 所以我們就是用很簡單的東西來操作 那其實這就符合多麼派發 就是用很多影片跟圖片來補助他 所以我覺得老師們可以參考4Kids這件事情 因為你可以搜尋到很多非常簡單的影片跟圖片 就是在貝克資源上面是蠻好用的 好 那其實我們後面在講科技相關的內容的時候 也用了很多東西來解釋 舉例來說在講銀劍科技的時候 這個是新裝的橋 所以他們看到他們就會很有感覺 可是這些字說實話對學生來說太難了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做了一個卡戶成的活動 劉老師們看一下 這個題目我都是用中文 為什麼呢 因為學生如果他們很聽 他根本不用問卡戶 所以我們題目永遠都是中文 我就問他說書建長是哪一種科技 選項都會是英文 可是我就把每一題的作答時間拉很長 讓他可以有機會去翻他自己的學習單 所以我們學校的學生在操作平板上面 他們就是這樣一人一排 明白 然後用卡戶去檢視他前面學的那些東西 他到底有沒有聽懂 所以其實我也不是要讓他背 營建科技的單字是什麼 只是用一個活動去講 這是你的生科教室嗎 對 右邊是我們生科教室 左邊這個教室叫智慧教室 就是一個桌子有一台電源 然後有大屏電視跟30台平板跟筆 對對對 這是我們學校生科教室長這樣 這個教室好乾淨 很現代化 很現代化 這個是七年級的教室 所以並沒有太多電動工具 大部分都是掛在後面的手工具 對 然後小組討論也是這種小組 所以這個是七年級的教室比較小 八九年級教室就很大 一桌可以做六個人這樣 對不對 然後我們是三間教室 好 那還有一個活動就是可以讓學生有機會說英文 怎樣的機會呢 在講科技眼鏡的時候 他們一定沒有看過黑金剛的手機 說實話我也沒看過 所以我們就是要查 對 我也沒看過 所以我們就是要查 要去探討以前的科技演變到現在 因為現在的學生都是數位原作民 他們一出生就開始用這些數位工具 所以我們就建造了一個活動叫做SuperChange 就是超級變變變 然後學生要探討某一個科技場務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所以在這個單元上面 我們為了訓練學生 所有七年級的學生都有做簡報的能力 我們讓學生用平板使用Canva 老師有聽過Canva嗎?應該有 我們是讓七年級學生開始每一個班級都做這個活動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時間在課堂上教學生怎麼用Canva 所以怎麼辦呢?我們就讓他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呢是 我事先就是把影片做好 這個影片呢說明了所有的簡報上面必須有什麼東西 第一頁有什麼 二三四頁有什麼 第五頁然後第六頁 就是把工作業規則說好 所以只要有學生說他不會做 我們再把他們看 我們就叫他回去看影片來做作業 那這個作業呢 就是真的是一步一開始教Canva都不實用 甚至連劇社長號都講的 然後全部講完該怎麼做之後 後面呢甚至要告訴他怎麼把這個作業交給老師 所以學生看完影片一定能做出來 他不會有做不出來的困境 然後我們的平板就是學生一人一堂 這個作業呢也不用我們假日去誰家做 因為他只要分享給他的朋友 他的學生在家裡有電能的平板都可以操作 但Canva是一個APP嘛 所以他其實在平板也可以 在手機也可以 只是比較不好操作 所以我們在執行這個作業的程式就是 就是用一個最簡單的簡報軟體去讓學生有發表的機會 那為了讓學生有發表英文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讓他 我們在讓他 我們在讓他上台發表的時候 跟做簡報的時候 我就會規定他 哪些地方一定要有英文出現 哪些地方可以用中文可以用英文 所以在過去現在未來 Cast Now 跟Future 我只規定他這三個地方用英文 我就給他一個範文 給他一個範文 大概會做成怎樣 然後讓學生自己去操作 然後為了鼓勵他們可以上台 就是有一個機會可以說英文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只要你的簡報上英文 或是你上台發表的時候 你跟同學用英文問吧 或是說 用英文說謝謝 或是用英文問同學問題 你就可以加分 可是這只有在七年級 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說英文加分 因為你不能讓學生覺得 喔 英文比較優秀 所以可以加分 中文比較不優秀 所以不能加分 沒有我們是想要讓 一開始學生比較願意用英文 那給他們玩這個範文之後 學生是要上台發表的嘛 所以我們在發表之前 深科其實有蠻多可以發表的機會 我們就是也找了很多很簡單的影片 這個影片是國外的小學生 來教你怎麼上台做簡報 好 好 那為什麼會選這個影片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用了字眼分解 他們用了字眼分解 因為做到哪一件事情 然後這些小學生他都有示範 不可以動來動去啊 然後眼睛要看 所以這是我們讓學生上台發表這個活動的時候 會先做的一些事 那預期的 我收到的作業成果 我覺得比我預期的還要好很多 可是我接下來要說給大家看的 這個學生做的簡報 並不是常態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學校有很多自由生 不管是鑑定過的數理自由生 還是語文自由生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會長這樣 就是全英文 這是學生的簡報 我把名字蓋掉了 對 因為是某個主任的小孩 他不想到那個 所以我就蓋掉了 好 這是他的簡報 他是用全英文來做簡報 可是這個都不是常態 這是很少數學生 自由的學生會做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作業是分組 並不是一個人一組 所以當時候在上台發表的時候 這兩個女生呢 就是一個人先用英文講過一遍 另外一個人就輔助她跟同學解釋一下 他們報告的是比的眼鏡 所以一開始羽毛的比 然後到現在的自動比這些 他們都有仔細的介紹過一遍 所以我就給他們15分鐘的時間 一組15分鐘 然後大家輪流 大概用了兩三個禮拜再報告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好訓練學生 有機會說英文的場合 那也是訓練我的學生在未來使用平板上面 不會這麼陌生 所以老師後來如果想要讓平板融入的話 真的是從七年級就開始 因為我的學生七年級就已經每節課都摸平板 他們探討的是鏡子 鏡子算科技嗎 算就是還有解決人的問題 所以他們講的這個名字就沒有改掉 他們自己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寫在這邊 然後我覺得最讓我驚訝的部分是 其實這一頁啊 我就讓學生告訴我一個譜片 然後以前的鏡子長什麼樣子 但他們自己去查了這個字 其實並不是他們七年級要學的單字 然後後面也變到現在 他們傳了more than這個字 所以這是我覺得很驚訝的地方 是他們願意自己去查一些比較困難的單字 甚至是未來 他在想他的鏡子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的時候 他覺得未來的鏡子可能是可以提升你的體重啊 藥丸啊 然後什麼血壓劑啊 酒精消毒的功能 所以他們自己去查這些東西 所以說來的結果是我覺得蠻驚訝的 就是青年級學生可以做什麼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上課還有做一些討論 那老師們在疫情那段時間 有沒有用過jamboard 應該大部分都有 它是一個類似白板的東西 所以我們讓學生用平板上課討論的時候 也是會用jamboard來做 但我的指令呢 全部都是英文 舉例來說每一組的學生 我們當時在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我不知道南投的學校 學生吃午餐 是要自己抬餐桶 還是廠商會幫他們抬好 自己抬餐桶 好 可是青年級學生大部分都很矮 我不確定南投 但新北小孩都很矮 就看起來像國小 每年呢 都有青年級學生在樓梯打班餐桶 所以當年我們討論的創意思考的解決問題 就是解決運送餐桶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青年級學生不打班 然後可以很方便快速的吃到午餐 所以我就讓他們討論 然後就是用這個課本上面的brainstorming 然後我在給指令的時候 我剛說這邊有個東西叫做便利貼 我覺得說 Choose your favorite color and type your class and number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一桌就是五個人 他們都必須用不同的顏色 所以在給指令上 學生看到這個指令他大部分都是用英文給指令 然後後來討論呢 就是鼓勵他們用中文用英文都可以 所以他們就可以討論一些東西 這邊是範例 當然學生的便利貼貼的很踴躍 然後最後他們就必須討論出一個最佳的解法 然後分組發表 這是我們在講那個腦力激盪的部分 然後青年級還有相關的設計跟創意思考 我們還會介紹這個scamper分歧法 但這個分歧法其實是跟後面的實作有相關 就是青年級我帶他們做的東西是那個捲筒衛生機架 所以在介紹這個scamper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用雙語的原因是因為scamper這幾個字 它其實是每一個設計方法自首拼起來的 所以在解釋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用很多生活相關的圖片去讓他們知道 比方說subtitude替代法 就是小孩的書 你的書是用紙張 但小朋友又會死 所以他們說用布的書 然後那個口紅膠原本是口紅 但變成膠水 所以在給一些解釋的時候 我都會先讓他們看到英文的原因 先解釋一些圖示之後才會有這些中文出現 那这些方法讲完之后 其实着重的还是要让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单元上面 老师们如果手机可以scan一下这个Curaco 它其实是一个杂志的页面 那我们在做卫生指甲之前 我并不是就让学生 这片你要切几公分 这片你要切几公分 我让他们先不会害怕英文的 进到了一个全英文的网站 因为我自己回小 我小时候只要不小心到一个全英文的网站 我下意识第一个东西 就是按XX关掉 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 可是为了打破学生这个恐惧 所以每次就强迫他们接受一个全英文的网站 这个网站我一样跟他们说 你可以用翻译 你可以用所有的科技知识 把它弄成你理解的东西都无所谓 但是它是一个展览 它就是一个卫生指甲的展览 我就让各股挑一个 然后你要看下面的文字 为什么这个人会设计这样的卷头卫生指甲 为什么这个人会设计这样的卷头卫生指甲 然后让他们分组起来放掉 对这是我们在实作之前 先让学生做的一件事情 好那就是刚才早上大家看到 就在讲工具的时候问题单各股要先完成 然后老师从整完 但我们学校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学生也是一人一条平板 然后每一个桌面上都有所有的工具 自己分配到不同的主题 他就要学那样的主题 一样是20分钟先学完 15分钟让他介绍给同学看到什么 然后最后老师才做收吻 所以他就要有能力用他的词 自己去丈量一下木头上面有贴标签的那个 然后回答到学习单上 这是我们在实践要成为一个半小时的情况下 执行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大家早上看到的那部分 那我们学生大部分都是可以实际把一个实作做完 那本来今天下午就是预计要让老师实作这个主题 可是因为好像楼上的教室没有事先跟主张讲 所以好像不方便使用 所以等一下配合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讲到 然后材料的话我会给大家 没有到很困难 所有东西都是直线 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并不是做完那个实作就结束 既然我们都已经训练了学生做平板 用平板 然后用双鱼 所以作业就是用平板 大家应该如果是用 有老师不是iPhone吗 大部分应该 好 老师如果你是iPhone的话 你应该会没有注意到 每一个iPhone跟iPad跟Mac里面 都有一个软件叫做Keynote Keynote它是一个简报软件 好我们这个简报软件来做一个作业的回顾 所以七年级的学生做完 这个女生她做完之后 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Keynote的好处是 你把档案编辑完之后 这些东西可以锁字 所以学生他在编辑的时候 他不会乱动到这些东西 他只能编辑我空白的部分 他就要告诉我他的作业 好做了什么呢 他做的东西长这样 而且要等角度示意图拍照 而且还要跟他的东西合照 来就是帮助老师记录他整个做作品的过程 那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就会开始回想 我们在上课用到的东西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这个就是要Distender沙磨机 他就要回答问题 但是因为问题一定是看档才回答出来 所以我都要求他们用中文就好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实作作品做完之后 他们是要直接把他多过程的影片 夹带在这个Keynote里面交给老师 所以就是帮老师记录他整个做 测试到最后的过程 是经过了那些流程这样 好那最难的就还是一样是机械跟机构 我个人认为机构最难教的原因是因为 学生如果看不到他怎么动 其实很难 对很难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他的原理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解这部分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在找相关的动画影片 然后想尽办法跟他的生活贴近 所以我们在解释那种运动形态的时候 就把他连结跟线聚机连结在一起 就是机构跟教室 为什么锯条青年级用的时候是取线聚 上拉用力推广的时候去操作锯子 可是为什么线聚机可以轻松的帮助我们移动那个锯条呢 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连感 就让他连结到生科教室的一些东西 让他就是知道学机构是有用的 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 原因是因为青年级用过曲线锯 他们会知道那个辛苦 锯手超酸的 然后红超酸的 还只能用沙子 他们会知道那个辛苦 所以他们会知道电动工具的好 主要让他们稍微理解一下原来现在机构在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边就是让老师们快速看一下 主要是我们想要让学生学东西可以连结到生活经验 所以都用很多很简单的例子让学生去学知识 那杠杆呢 这部分其实说实话真的没什么好教 因为国小也有交过杠杆 可是因为变成双女啊 所以我们要重点在这边 我要让他们知道支点是fulcrum 失利点叫effort 然后抗力点叫low 所以每一个组别都会有一张纸 也是一样是小组活动 他们就要去想教室的前纸 where is the fulcrum where is the effort where is the love 他们要直接讨论 然后回答的时候 他们要直接告诉我 指出来 this is the fulcrum 然后哪里是失利 哪里是抗力 他们是要直接回答的 所以回答完之后 还要去想是地籍类的 这是小组的作业 老师你这个是几年级在教啊 几 因为这个是跟那个国中理化 对对对 有相关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跟理化很 没办法配合别人 是因为理化是八年级 然后七年级 没有这个是到九年级才有交往 九年级才有交往 好因为我们七年级的课本 其实就有机构 所以其实盛考老师每次在讲 都很痛苦 甚至连电学也是 九年级才有讲电 但是我们八年级 可能就会需要用它某些电子键 所以我觉得盛考老师跟理化老师之间 其实是如果可以配合的话 当然是更好 但是很多时候没办法 我们真的只能从头来过 所以这边我真的是很从头 开始讲杠杆 第一队杠杆 第三队杠杆 我有时候觉得 好像快变成理化老师 甚至是 我还问那个台湿大物理系的教授 跟理化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可能没办法解释得这么清楚 对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活动的简报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放了一些字 但是没有硬性规定 学生一定要知道 就是看看 就是看一下 对 好 这边我们就快速讲 好 重点是哪里呢 重点是 这边就是让学生 一个一个回答我说 我会把档案给他 然后第几位感应会跟他说 好 重点在这边 就是他们呢 七年级的时候 班员是有连感 可是我觉得连感 在学生生活当中 他不会想到 比方说一个垃圾桶 我踩 为什么盖子会打开 其实是连感 但我们学生不care 他觉得 要会踩会开就好了 对 但是他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机构在帮我们 甚至是有些施工的地方 不是有那种 那个会这样 好像有看到吗 那个人 对对 就是人这样 然后提醒大家 这边有在施工 他们也不算是连感 他们没有在意 为什么会这样 不同的方向动 可是是靠一个马达带动 他们没有在意那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就让学生 做一个小小的模拟吧 这边呢 在让他模拟 就是APP模拟之前 老师们 刚平板在楼上 没太队 好 没关系 等一下如果老师 有平板 有吗 还是我们去隔壁拿下 有平板 好 有平板的话 比较好操作 因为呢 我们在解释连感的时候 要让学生看得到怎么动 所以在模拟之前 我们会先跟他们说 好 等一下我们做模拟的时候 固定不会动的点 叫做fix point 会动的点 叫做fucking point 就是动点 但其实这太难了 这是高中类似机械科 才会在讲什么固定点 动点的一些 我只是让他稍微知道 等一下要按的时候 会动的 叫做fucking point 固定的就是fix point 好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如果我这点是固定的 然后我用手去拉 这个感觉 这个会怎么动呢 他就会往另一边动 可是只有这样讲 学生完全不会动 甚至是你给他冰棒 过然后是一些寂寞 通常只能操作一两个就结束 所以我们选择在平板上面操作 那老师们等一下平板好 我们等下扫一下这个 这个软体我觉得大家非常值得登录注册 它叫做它是solidwork做的软体 专门给小孩模拟机构 它里面也可以3D键文 但是就是要先注册 所以等等平板来的话 大家可以先扫看看 然后先注册 所有人你只要建立 然后你有发布 你是可以下载人家的模拟看的 对 所以很多老师其实都有在用 举例来说这边好 我就是给学生题目 我就跟他说好 这边是固定 然后这边也是固定 但是这个点 他会有一个马达的旋转 那我要怎么操作呢 他在里面模拟就会怎么样 这个就是区别 就稍微解释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 当然重点还是让学生看得到 知道那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动 然后哪里是会动 哪里是固定的 让他稍微知道 所以我会先把所有的题目固定 然后跟他说好 我现在要拉动这一个 另外一个我打问号 他会怎么动 所以他模拟出来会怎么样 就两个是固定这样的 然后最后就让他们用至高积木 稍微做一个垃圾桶 就是他们真的是用积木拼出来 然后是灵感 我按那个盖子 他的垃圾桶的盖子是会打开的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要一步步教他们怎么做 就是类似做的像一个说明书 我就是类似做的像一个说明书 然后让他们自己看 然后把这个垃圾桶做出来 然后并不是做完就没事 他们要回答我 就是为什么垃圾桶的盖子 踩了上面盖子会开 谁是被带动的 谁是主要 反正就是连感的 谁是主动谁是承动这些 他们就是要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盖完就垃圾桶就没事 那我回去前面QRQ的地方 让老师们扫一下 它是一个蛮好上手的软件 但是它有笔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如果老师自己有平板的话 我觉得让学生用笔也会稍微好 大家就是要先注册 所以老师们可以先注册 是免费的 如果在笔板上的话 会让学生用笔的点 那些点会比较好收索 那这个模拟的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网址 我看到Furkits的话就知道 其实很多东西用这两个字搜索 我可以收到很简单的模拟的内容 他要先注册 对他要先注册 他必须先注册 所以当时我们在上课前 我就是把所有注册的资讯 丢到Google Plus 就是规定学生 因为我们两个礼拜上一次课 这两个礼拜就是要把它注册完 对 所以老师们可以商量一下 那我实际 我用一次给老师看 谢谢大家 它的畫面上其實用品會比較好操作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些點要固定 然後要活動並不是這麼好按 可能用滑鼠我現在這邊示範好像很好操作 可是其實你們在品板上面要點是比較困難的 要用品會比較好操作 這邊你只要按加 然後這個叫做make it 它就是麥克林的所寫make it 它是可以模擬機構 但它並不是只有靈感 它有蠻多的東西 進到畫面之後 這裡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需要的東西拉出來 這邊你就可以畫一個臉桿 當然我長度都規定全身要看到 這邊可以直接拉臉桿 這邊可以直接拉臉桿 它沒有辦法去秀出來 但是這個臉桿現在繞過去 可是老師們就是可以回家跟電腦試看看 因為你們現在沒有筆 所以沒有辦法點那些點 可是你們如果回去的話可以直接用筆去點那些點 然後去規定它是固定點還是不動點 然後就可以操作看它怎麼動 可是現在因為沒有筆的原因 所以老師們就把這個網站先繩起來 然後回家使用看看 說不定下次你交到臉桿的話 就派得上那種程 主要就是你模擬之後可以用筆的原色去看它怎麼動 所以會動的東西就是讓主要看得到會比較好理解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上連桿的一些做法 好那八年級如果ok的話我們就講八年級 八年級因為也是新的年段在上的雙母的部分 八年級主要我要講的是能源跟制圖和事圖 那老師可能會疑惑就是為什麼我的制圖和事圖放在八年級角 因為我覺得七年級的空間能力它還沒有辦法很好的理解 就是東西講什麼樣子 但是數學課講的跟生科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的理解是七年級他們講了數學的事圖之後 我們八年級在講制圖和事圖 好那我怎麼做呢 能源這個單元說實話我覺得很難教 原因是因為能源對學生來說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 就是他每天回家還是浪費電還是一樣浪費水資源 對所以我們在講能源的時候 我們就先用一個小小的也是像是呼吸號 就大家可以發現在每一個單元前 深刻我們三個網站共同討論就是要一個引起動機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做成了一個大物翁 這個大物翁的軟體是我用這個網站做的 這個網站上面有很多模板可以參考 就是他只要點 他只要你修改完之後 他是講的這樣 就是學生進到這個畫面之後 第一步驟呢我會指示他 就是第一步驟要roll the dots 丟骰子然後answer the questions 然後step 3 get a cache 就是他們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學生就會用15分鐘的時間 玩一個小小的引起動機遊戲 你只要點這邊他就會有size 就會開始變點數 然後假設我選了這個狗 走到第二個點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些能源相關的題目 但是我放的呢大部分都是台灣的能源政策 比方說我們的學生他們真的沒有在意核電這件事 但是核電其實影響我很多 因為沒核電了 所以電價只能靠火力跟其他綠能的方式 電價一定是會漲價的 但他們沒有感覺 因為付錢的不是他 所以這邊的引起動機 就是先稍微檢測一下學生的能源知識 那如果他答對了 我就可以把這個錢交到到我的房子這邊 所以其實我們深刻很多合作學習的這些活動 主要是要讓學生可以先稍微有一點點引起動機 然後當作一個加分的機制 就是也沒有要讓他真的回答到所有問題 就當作一個加分機制 然後老師在課堂上在針對那些問題多說明這樣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學生在上課的時候會看到第一個投影片 today is our promise 然後abcd會講什麼東西 我都會先把它放在這邊 那重點就會是圖片 就是我們在講那些能源方式的時候 可再生 不可再生 都用圖片來告訴學生 可是其實我並沒有要他背 就是那些能源的英文字 我只是要讓他知道這些東西 好 但這邊呢 李化老師可能講的比較仔細一點 就是能量的轉移的方式 所以我深刻在做的時候 我並沒有要讓學生 就真的很詳細的去講那些能量是怎麼轉移的 然後中間善失多少熱能啊 沒有沒有要讓他寄上這些 我只會用一些小題目跟他說 好 可不可以告訴我 能源間轉移是從什麼能到什麼能 然後學習單上面也是一樣 用英文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會給他這些東西 放在學習單上 他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看著然後填進去 所以完全沒有讓學生 就是真的被單字啊或什麼 只是用一些活動的方式讓學生理解 前面那些能源就走到 但是其實我在別的學校啊 有老師跟我說 他們覺得我給太多中文提示 可是我覺得老師們要是學生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的學生能力真的沒有到很好 我們是新北市 算是考很差的國中 對 所以英文能力沒有到很好的情況下 我真的是必須給他們一些中文提示 所以老師其實也可以不用說好像中文太多幹嘛 沒關係 就是先給中文是 就當作一個慢慢熟悉的步驟就好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能源老師可以用的檔案 App 就是老師如果現在有手機的話 iOS有一個系統 叫做Learning Power AR 它是一個擴增實境的App 我們沒有辦法隨意的去參觀核能電廠 甚至是我們連照片 可能核電廠反應爐裡面長什麼樣子 都很難真的親眼看到 所以這個App是什麼呢 它擴增實境 它直接把一個核電廠 讓你放在實際的環境當中 然後你是可以透過你的平板 去看到這些核電廠 你點進去之後它就會有細節 甚至可以這樣照進去 然後就看到核反應爐是長什麼樣子 它甚至是有音效 然後告訴你我們是怎麼樣靠著加熱 然後水推動渦輪機 它是一個很詳細的流程 甚至是電怎麼傳輸到你家 從核電廠經過哪些東西 然後怎麼變壓到你家 這個App上面都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雙語操作的時候 會很仰賴這些平板的資源 是因為這些資源上面都是英文 所以剛好就可以用這些字來備課 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下載一下 他就說Learning Power AR 就是一個燈號 然後上面有AR 但是學校的平板應該是沒辦法下載 只能靠老師的手機而已 因為平板上要資訊從那邊一起了 對不對 所以故事老師們可以先存起來 就是回家下來看看 但是安卓都可以下載 就是做這種事不是學校的機器 自己的手機也可以下載 安卓不確定 安卓不確定 但iOS是一定的 對不對 安卓也有 Google配 Google配 對 老師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下載 然後我們讓學生實際操作 也是一個引起動機 就是我要講台灣的核能政策 所以在當天的課程 就是以這個核能的AR擴增實際 當作引起動機 我沒有要求學生一定要看到什麼 他只要用這個APP稍微知道一下 核能大家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學生實際在操作的樣子 他可以離開他的座位到各個他想投影這個核能電廠的地方 然後我要讓他看的就是大概電怎麼傳輸 水是怎麼操作的 然後音效他們自己可以開 所以只是要讓他稍微知道一下核電的東西 但是看完這個AR的擴增實際之後 並不是就是看完就沒了 因為我要講核能是怎麼發電的 所以他裡面出現的關鍵是 比方說這個cooling tower transformer就是變壓器 steam generator 蒸氣製造機 都是核電廠裡面的東西 剛才他的那個AR擴增實際上面我看到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我幫他把上面的單 把上面比較難的解釋翻譯成中文了 告訴他各個部位是做什麼東西 然後說燃料棒是核分裂大量的熱 所以要蒸發水氣推動螺輪機 幹嘛幹嘛 我現在把它全部列出來之後 水生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他就只有根據平板上的AR模型 試著排列看看核能發電原力經過哪些順序 所以這是為了我們後面在解釋能源的時候 為了在解釋核電到底是怎麼產生的時候 然後為什麼他有這麼大的爭議 為了這些解釋在做準備的一個活動 當然一定是騙學生的時候 找不到中文的圖片才放英文的圖片 可是其實都是會跟他們解釋 就是剛才你AR上面看到 其實就跟這張圖片是一模一樣 只是一個是有螺形放在現實環境當中 一個是圖片這樣 好那我們就會開始去解釋裡面的細項 然後也給他們看跟核能相關的電源 那接下來就是講一下圖學 圖學我個人認為八年級因為有實作的經驗 他們大概會知道不把平面變成立體 大概會經過哪些流程 所以八年級我才開始講圖學 但在講圖學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英文來解釋這些圖學的內容 我只有放在大標題 就是Isometric drawing跟Object drawing 原因是因為圖學中文講 學生都不一定聽懂了 所以在講比較難的單元的時候 真的完全是只有大標題 可是怎麼做雙語呢 就是聯想到我們七年級的時候 不是做那個衛生紙架嗎 學生在做那個盒子的時候 一定有上下前後左右 所以他們已經知道top跟button 因為七年級校尾學的時候 已經有在幕府上面標示過這兩盒子 所以其實都是有相關的 就是做的盒子的原因 其實是有點為了八年級在講那個試圖來做準備 那我要怎麼減和學生呢 就是他有一個 這邊只是上課的內容 快速帶一下 這個它是一個要付費的遊戲 但是它可以很好的檢視學生 到底有沒有學到圖學的概念 所以我個人操作的方式是 他只要90塊就可以用一倍 所以我就用我平板賣了一個盒 然後讓學生當作強大的遊戲 裡面怎麼講 就是第一角的視角 第三角的視角 然後哪一個視角看到的是哪一個 他就要選出來 所以就是老師花90塊買 然後讓學生做強大的活動 但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它是也可以選視角 然後學生就是可以拉動這些東西到正確的位置 哪一個視角看起來長什麼樣 就是也是像配對遊戲 所以減和學生到底有沒有真的學到視角的地方 這也是一個 但它的介面就是英文 就剛剛我們學到那什麼 left right top button 全部都在裡面 front跟back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有點用遊戲的方式 用app上面的遊戲 去減和學生選的效果 好 那這就是剛才我稍微提到的齒輪 就是也是一樣完全沒有任何比較難的東西去解釋 就是用中文解釋 那我就是給的例子都很簡單 什麼手錶啊 修正彈 正齒輪 閃齒輪 然後還有這些 試條 轉向系統啊 或是火車 這些東西 就是會讓學生 稍微跟生活連結一點 不會只針對他們要做那個動力越野車來解釋齒輪 好 但是呢 這邊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檢核 學生有沒有學到東西呢 就是 好 我們快速的講一下好了 這邊呢 我給學生一份簡報 上面有各式各樣的動畫 總共有六個動畫 學生其實說實話 他根本不會在意電動房門 到底是怎麼看 所以我們就給他這些動畫 好 他們看了這個動畫之後 他就要跟他的主言是討論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齒輪跟齒輪 那他回答就是要用音樂回答 所以是 檢核學生的學習 都是用活動的方式去檢核他到底有沒有學到的東西 這邊也是一樣 就會給他很多動畫 然後讓他跟同學去討論 就是他到底是用了 前面我們學的哪一種齒輪的機構 那這討論的部分我們就快速展向 好 大家還有一個東西想到的是介紹 就是在雙眼貝克上可以使用的資源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 他是英文老師在用的東西 可是我個人覺得 生科老師跟其他非法科老師也可以用連心 因為他會有真人的發音 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自己講 你只要讓學生用其他 我可以先操作一次解決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配合遊戲 剛好上面的四個 分類 剛好是我們前面在講的四個 齒輪的種類 這邊呢 我就是把我上面放的所有動畫的例 再放在這邊一次 可是為什麼我會說他好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是一定要雙眼環境 所以學生在用這個app的時候 好 好 我把他關掉 好 可以了 剛剛是那個擋住 好 好 我把他關掉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對 因為那個非常不錯 為什麼我會說他很適合 給所有不利法科老師來檢核 學生學習的原因 是因為 雖然如果進到這個網站 會發現他是一個配對遊戲 那我們就真的來玩 然後我開始 好 比方說我started 然後大家可以聽到他有音效對不對 好 比方說我們的手錶 好 我把他放在這邊好了 我點他 他就會幫我發 我點他 他就會幫我發 有聲音 沒有 好 好 我點這個東西 他就會幫我發音 對 所以我就是給他一個 算是環境 稍微聽聽一下這些音樂 好 比方說這一個好了 你說正帶 correction time 好 他是正式 他就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呢 paper shred 我們用這個來檢核 學生前面的檢核 你先隨便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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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搜尋 丟到 工作 做一點訊 這就是他自己做的 對 所以 就是 減額學生 他到底能不能學到東西 我們就是用很多 市面上 網站上面 人家都已经做了开发好的小游戏小东西来做 但是这个word上面啊 老师们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它其实是免费的 一个人可以用两个免费的游戏 刚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数学老师 他非常喜欢用word 所以他自己自己可以拿来的账号 提供给全校老师使用 所以我们全校是同一个账号登录 然后大家全校一起使用 但是英文老师也可以用 因为他有那个handman就是订单子 然后订做的那个人就会死掉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这个wordbook 我个人觉得蛮好使用的 好那重点呢 就是最后我们讲完所有的使用的时候 就会带学生使作 我就会告诉他说 就是其实我们在使作啊 都并不是只是要你把东西做出来 它里面一定有一些理论在里面 所以你要做一个车 这个是我实际把影片转成动画 然后让学生看 就是刚好这个是我们的教师 我们其他八九年级的教师桌子很大 就是他坐完这个车 只要能爬坡 然后再爬下来 可是你要让你的车子呢 有力量往上爬 然后再爬下去 就必须靠齿轮机构来做 所以我们就会导入一下他七年级学的科技系统 输入输出 然后中间做哪些处理 才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那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用齿轮机构 就先跟他说是 你不是平白屋做这个东西 你中间要用齿轮来梳理一些事情 才做得到这台车 那这个软体呢 我不确定我们有放连结 但是呢 老师们可以输入一下这个网址 它是一个可以模拟齿轮 因为我们学生是有笔的嘛 他只要画一个圆 就会出现齿轮 所以我让他们在实作前呢 先模拟看看双层齿轮 要怎么减速这件事情 所以呢 老师们其实只要打一个gear sketch 然后点CH就会有了 你只要画箭头 它就会开始转 箭头越长就会转越快 让他们稍微知道双层齿轮会怎么减速 然后齿轮 等下我们在实作的时候会怎么动 这个软体 如果老师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scan一下这边 你如果scan好了 它可能会说它是不安全的网站 但是还好还好 我们都没有中间 对 你一开始扫进去之后 它会说是不安的 但是还好 它只是一个没有公开的模拟软体 但你只要画圆 就是用笔在他们画圆形 它就会变成齿轮 然后我们那时候给他们用 是让他们双层齿轮先看看要怎么减速 如果画圆形 我们再画一下就会消掉了 所以当时我们在用模拟的时候 是不用个人 这样 好那这边呢 我就让我们学生开始坐那个车 那刚模拟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个 双层齿轮一个叠一个 一个叠一个 最后叠上去的那个一定是转的对 就是让他们先在那个模拟的车里面 先知道这件事情 那因为课本啊 它其实只有放这个做法 就是这个双层齿轮的车子的做法 可是呢 学生拿到的材料其实很多 所以我们就把它连结成前面学的 就不让学生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东西 我把它分成三组 一组学生呢 做这个双层齿轮的 一组学生做波杆波轮的 温叶就像前面有学的 然后一组学生做这个平台 就把它分成三组 做三种不一样的车子 来结合那个 或者齿轮机构这样的 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 因为那个素晶老师说 要让老师们三点离开 我就介绍一下那个 我在备课的过程当中 收集到相关的资源 这些资源呢 其实有些是国家的网站 其实做的蛮好的 只是大部分的老师蛮好 太迟早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国家研究院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乐词 这个网站呢 可以帮你查到很精准的英文字 因为它是学术导向的网站 所以可能我现在不知道 某一个工具或专门名字 我只要在这边搜寻 它大部分都会有 除了一些很生僻的字母之外 大部分都可以在这个国家研究院的热水楼上面找到 那我们的国家网站委员会啊 因为这个双语政策 本来是国家政策嘛 很大 它甚至还成立了一个部门 是专门处理双语这件事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网站 叫做双语资料库 学习资源网 上面呢我个人看过 其实我觉得分类蛮好的 因为它还有影片文章广播 学习资源跟时事 而且时事都很新 所以老师有机会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的 双语资料库学习资源网 但是他们好像有一个新网站 这是今年我查到的双语资源网 好像有白版了 上面看起来比较精紧一点 所以这两个网站老师们都可以去看看 就是国家发展委员会建立的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台北市的资源 台北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呢 发展了这个 有多课程教学资源整个平台 上面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手册 可以下载 比方说有些东西都各领域教学 英语用字几字 他就会把表义科会用到的英文字啊 声科会用到的英文字啊 全部列点给你 但是呢 我光看了声科的部分其实很少 所以还是要靠老师们自己 查一些你需要的字 可是他并不是完全没用的书 他可以帮你搜寻一些你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或是有一些课程 其实也有在里面 比方说现在我送给大家看的呢 就是一些声科会用到的英文句子 像右边 Tanzo tools with care 但我觉得翻译很怪 他的翻译要使用工具前小型 可是你只要说 Care我自己就好了 所以大家就是 加检看你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去上面挑下来 好 接下来下一个呢 就是我搜寻关键字 然后查找相关的科技课本 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北非吧 北非的科技课本 他们七八九都有 那我搜寻的关键字就是 Jacknowledge Textbook 他们就会有很以前的版本 但是我参考的呢 都会上面这些课品 所以其实 搜寻人家很久以前的课本 其实不是没有 他好像2017年的 对蛮久了 6年前 所以呢 就是参考图片 那些文字续续来当做 我的简报上面的内容 好 那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给老师介绍 它叫WikiHow 其实说实话呢 它就是回击的简单版本 因为Wiki上面 有时候查到的东西很难 但是WikiHow呢 它是用小孩子的方式 去解释一个东西 所以这边 我要解释齒伦笔 Dear Rachel 其实我觉得很难 对学生说明 什么叫Dear Rachel 齒伦笔 所以我就上了这个网站去查 然后是不是有PDF 可以下本 里面有一些图片 也可以使用 所以WikiHow 就是用比较简简的方式 去解释一些东西 那就是刚刚有说的 PDF Drive 可以下载比较旧版本的课本 好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今年暑假去澳洲海外 要进出的时候 当就是那边的澳洲的老师推荐的一个软件 叫做Twinkle 它是一个要付费的软件 一年呢 说实话订阅的费用不便宜 好像2000多块 但是呢 你免费的账号的话 也可以下载很多种教学单元 举例来说 申科不是会有很多挑战吗 challenge 然后这个是棉花糖挑战 它上面 就已经有很多老师已经做好的 模板跟学习单 甚至是教室布置 上面都可以引进 举例来说 别人这个 它叫做Stand Challenge Cards 它把所有的Stand的东西已经画好了 老师你只要已经采用下 该教室 它就是一个双语教室布置 上面有很多工具 都已经画好了 所以老师有心事的话 可以去这个SIMPLE上面 找一点的资源 那我个人呢 我的做法是 我们有五个老师一起 和一个账号 对 让他share一下 一年一两百五百 所以老师们可以参考一下 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最近 在发展的一个叫办 它是仿生设计 我想要在我的班里 讲演仿生设计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虚拟的 虚拟的展览 学生不是相对都有同法吗 这虚拟的展览是这样 学生呢 当然老师要先做很多堆 帮你出好学生单 学生的作用呢 就是在这个虚拟的展览里面 找跟仿生相关的具有 但为什么我说的话很难得有这个 是因为我其实没有用任何中文的搜寻 你搜寻到这些虚拟的展览 现在有点捧不出来 但老师如果我刚刚有ScanQR破话 应该可以在你的手机上看 它是跟仿生有关 所以学生只要用平板 就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是我双语跟平板结合起来 我自己操作起来比较顺手的方式 就是平板做很多模拟跟活动 然后学习一样就是帮学生做一些记录 这样 好 那我们差不多了 简报200多月 想办法 这两个小时结束 那老师们如果有看活动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 如果老师有机会到心肥的话 可以来参观一下我们学校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学校在 双语环境固质上是很用心的 甚至是我们校长对于每一个双语活动 他都亲力亲为 可是还是要看各个学校发展的态度 然后我们是因为有造成压力 所以必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如果有机会要开来 我们必须要参观一下英文课书馆 或是教室 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一种 需要简单的话 我可能也要删剪一下东西 然后再给书馨 对 那我们 我都会 迁职 或是 会被表 不会表 呃 我问一下 再等了 他在后面 是嗎 你剛說你們不能有紙餐具那些 對 我們不能有吸管 不能有紙餐盒 所以學校沒有紙餐盒賣那些 沒有紙餐盒 那沒有賣飲料 有飲料 但鋁箔包就是要回收 鋁箔包 鐵鋁箔 老師你叫什麼東西 對 持座的東西加一點 其實我們跟老師 這個小的是一片 然後下面還有另外一個尺寸 是大的 然後我再把那個檢包給老師 我們先拿去拿去 對 大的要兩片 然後謝謝 大的兩片 大的兩片 然後小的一片 大了兩片 對 然後這個有 其實不需要那麼多 只要這個出的 出的只要16就好 然後這個差不多 一人巨蟹 不然一人哪一隻都要 應該只有 就是這個一人一個 然後這個系格是被動 老師我們還有回饋 那朱鋁現在在弄 那我可以剛好在那邊講解一下 那個實作 他好險 不知道在這裏 他其實就是今天早上的那個 衛生的指甲 他其實打開就長這樣 就是有上下前後左右六片 然後中間是一個 粗的那個圓棒 左右兩邊有兩個圓形去卡住 然後前面有個門可以打開 但是會讓那個門打開 比較順暢 所以前面那裡看 其實上跟下 然後左右就需要 紗膜 那尺寸這個表 也可以給大家 反正就是總共有三種尺寸 第一種尺寸是前跟後 是12乘12公分 然後左右是14乘14 上下是12乘14 就是三種尺寸 然後製作流程有化妝 就是已經有清楚的畫 該怎麼畫線 所以老師們看檢報 應該沒問題 哪裡該畫線 哪裡該 應該可以 對 這邊 就蠻清楚 就是哪裡要畫線的話 OK 反正就是大家回去檢報之後 你們的大的木材 大的那一片 大的那一片上面畫線 就是畫這樣 然後這裡十字的地方 就是鑽紅的地方 這裡也是鑽紅的地方 然後鑽的孔 我再幫大家標題一下 去鑽怎樣尺寸的孔 因為有些是要緊配 和有些是要雙黑 所以 反正 解冠應該蠻清楚的 到時候可以再給各位 但是 做完之後啊 該怎麼煮頭 我有把順序寫來上面 然後這個是小的那一片 要怎麼畫線 到時候會 會給大家 這邊 就是該專輯 那幾個MN的圓孔子 跟溫的也有寫 然後怎麼固定服裝也有寫 然後到時候 池扣那邊 也有標記 所以這個簡報 我會再給數小時 然後請阿長 傳email給大家 因為組長 蠻難用LINE加帶的 對 就傳email給大家 好 好 那就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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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個嘴巴的部分啊 你一樣原色的嘴巴 對 你都在手上擺著 對 好 那個就是 7年級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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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關係 我吃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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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自己的嘴巴 完全自己的嘴巴 對 完全自己的嘴巴 老師你現在幫忙摔了 這個木頭啊 其實我都已經請廠商切好 剛好我們做12乘12 14乘14 12乘14 12乘14 這裡就是12 對 然後這邊就是14 對 所以會有請查一些那種 很好 價格 對 對 大二小一 對不對 對 大二小一 eats Culou 很厲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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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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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